有意的纽带 基建狂魔中国出手修建运营尼加拉该运河 欧美无不成现 在中国拿下了3000亿运河工程的消息被传出后 西方坐不住了 开始对这一工程的状况开始调查 只是在经历过调查以后 西方一片唉声叹气 坦言本国基础建设力量差距太大 无法与中国进行竞争 那么 这次又被我们拿下的3000亿运河工程究竟是什么 中国到底能不能按照计划将其顺利建成呢 从地形上看 尼瓜拉加这个国家的北面是中美洲高地 如果想要在这个地方开凿运河 其施工建设难度实际上是非常吓人的 哪怕中尼两国完全不差钱 也无据于运河建设的工作量 但光就如何设计 这么一条运河已经可以难倒所有的工程师们 想要建造40万吨级巨轮使用的船渣难度 本来就高 倘若还想要将这些船闸的闸门 以及相关设备运送到中美洲高原上 确保40万吨级别巨轮 能够跟随雪水提升到适合的高度 怕不是有点难度 在排除了北面之后 尼加拉瓜只能在本国南部修建运河 但尼加拉瓜这个国家有着另外一个特点 那就是这个小国家并不缺乏活活山 所以建设的难度实际上非常大 尤其是让工程队在东南部火山密集地带修建运河 先不管人力物力消耗 光就如何确保施工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就可以让中国和尼加拉瓜这两个国家感到头痛了 这被中国拿下的运河工程 是尼加拉瓜运河工程 尽管这一运河工程相比于苏伊士 又或者是巴拿马运河工程来说并不出名 但如果这一工程如果能够被顺利建成 将会是大型船只穿越南北美洲最好的捷径 因为尼加拉瓜运河的设计通行规模远高于巴拿马运河 因此那些由于体型过大 无法从巴拿马运河上经过的大型船只 在尼加拉瓜运河被建成以后 在穿越美洲的时候 就无需继续从火地岛的边上通过了 这将能大大降低这些船只通行时 所需要花费的各种费用 想要尼加拉瓜运河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 尼加拉瓜这个国家有个绰号 叫做火山与湖泊之国 这个外号的含义就是尼加拉瓜境内 有着大量的火山和湖泊 尤其是尼加拉瓜最大的湖泊尼加拉瓜湖 更是这个国家境内最主要的淡水供应源的存在 在尼加拉瓜运河的海拔高度 差上未明确能让涌出的淡水冲走 将可能顺着运河船渣反渗而进海水的前提下 建造尼加拉瓜运河将很有可能 给这个国家带来非常巨大的生态风险 再加上尼加拉瓜由于地理位置 如果在这个国家境内建造运河 还很有可能会承受来自美国的干涉风险 哪怕耗费巨资建立起了尼加拉瓜运河 倘若接下来美国对于这条运河掌控权 并不落在自己的手里或者不受操控感到不满 并对尼加拉瓜施加压力 甚至私下里搞破坏 这对于运河现在的拥有者来说都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2018年 中国企业呈建的尼加拉瓜运河项目被迫暂停 但随着中尼两国复交和外交关系 正常化与经济合作的不断加深 该项目或将重新提上日程 综合消息显示 中国和尼加拉瓜日前共同宣布 启动全面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并签署了相关文件 尼加拉瓜议员纳瓦罗指出 文件中明确了中国企业在尼加拉瓜投资的可能性 因此有峨眉猜测 中国可能会重启尘封已久的尼加拉瓜运河项目 需要指出的是 开凿尼加拉瓜运河的想法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初 当时西班牙殖民者对中美洲进行了勘察 认为有四个地方适合开凿运河 其中就包括尼加拉瓜和巴拿马 虽然在尼加拉瓜可以开凿更大更宽的运河 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 西方国家最后决定在巴拿马开凿运河 时间来到300年后 2013年6月 尼加拉瓜政府宣布 香港尼加拉瓜运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获得尼加拉瓜运河100年不加开发级经营管理权 一年后 在大量中国企业的参与下 运河项目正式动工 但后来印尼国内政治和经济局势不稳 该项目于2018年被迫暂停 回到话题上来 俄媒的猜测虽然有一定的道理 但现在重启尼加拉瓜运河项目 对于中尼双方来说都为时过早 毕竟这个工程的影响虽然巨大 但各种变数也不小 首先 中尼双方的经济合作才刚刚起步 自贸谈判只是刚刚启动而非正式落地 合作领域也仅限于一些农产品 海产品以及酒类的进出口 大部分中高级经贸项目仍在意想中或者讨论阶段 更不用说开凿运河这样的试剂工程 其次 两国重启外交关系仅过去半年多 而这种重大项目的合作背后 需要外交上充分的战略互信 虽然双方已经就关键立场问题达成了共识 但考虑到过去一些不愉快的历史 一旦未来尼加拉瓜政局出现不好的变化 那么运河项目再次暂停带来的损失 双方恐怕都难以接受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 目前尼加拉瓜运河项目 仍属于中国香港公司负责运作的民间投资项目 中方一直没有以官方身份宣布参与该项目 但随着中尼外交关系正常化 以及经济合作的不断加深 尼加拉瓜运河项目或许会在合适的时机重启 因为对中国来说 尼加拉瓜运河的建成将有许多好处 第一 尼加拉瓜运河建成后 将大幅缩短美国东海岸到中国沿海地区的运输距离 从纽约港到上海港的航行时间 将比眼下通过巴拿马运河缩短一星期左右 此外 巴拿马运河并不宽阔 现代的超级集装箱运输船 并不能在这条一个多世纪以前建成的运河中行驶 而尼加拉瓜运河 凭借着优越的地理水文条件 将有足够的能力 让这些大船通过而不用从迈哲伦海峡绕行 大大缩短其行程 从而有利于整个国际航运业的发展 其次 尼加拉瓜运河项目的建设 将扩大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 该项目将成为一个典范 促进更多拉美国家加强与中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最后 尼加拉瓜运河将会成为中国丝绸之路重要枢纽 作为中国企业 主导建设 管理和运营的拉美地区历史上最大工程 尼加拉瓜运河的开通 将会为中国的海洋权益和战略安全 提供坚强而又持续的保障 美国以文化入侵 和平演变的方式 操纵着这些国家的政治 我们去投入了 时不时的还要被他们的工会 以及民间组织破坏 合作停工 现产 比如中国在致力最大铜矿 铜矿项目就经常因为当地人罢工要求 涨待遇而停工罢工 实际上中企给他们付的薪水 已经是远超当地平均水平了 对外投资 扩张中国影响力 增加中国实力是个好事 但那也要建立在能够保护这些投资的基础之上 真要是把尼加拉瓜运河建通了 跟苏伊士运河 巴拿马运河有同样的战略地位 又就在美国的边上 美国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被中国控制呢 横插一杠子是显而易见的呢 但是 哪怕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接手了信威集团留下来的这个烂摊子 也同样 会对是否继续建造 尼加拉加运河这一项目保持高度谨慎 倘若贸然展开运河的建造工程 能不能够收回成本是个问题 倘若因为运河的管理不善 又或者遭到来自美国的恶意破坏 导致尼加拉瓜国内水体环境遭到海水污染 那接下来这个摊子就不是亏血本可以形容了 所以 哪怕尼加拉瓜方面宣称 他们将不会放弃继续开发运河的可能性 但现在的尼加拉瓜运河 已经成为了这个国家在短时间内无法被启动的工程 也许 尼加拉瓜运河的建造计划 未来将会启动 但什么时候能启动 这就是个未知数了